我想后续一开始应该是美国发动所有他的盟友 主要是昂煞国家 像这个英国啊 还有澳洲啊 甚至一些比较清美的德国媒体 对马克宏的这个有关 欧洲不应该卷入 美国正在加速推动的台海危机 这样子一届这个立场 我想会加强 对他的一种所谓的文攻 那么武贺呢 当然不会发生了 可是我觉得美国会在对他跟法国的双边关系上 做出一些对法国施压的动作 包括一些军事合作啦 还有甚至一些经济合作上面的这些实质的项目 美国会对法国采取抵制 甚至制裁的一些作为 那么主要原因就是说这个马克宏的这个有关台湾事务的言论 已经踩到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底线 就是美国要所有的他的盟方 跟他站在同一个战线 第一个来加速台海的危机 第二个呢 利用台海的危机呢 来进行 抵制中国大陆的各种作为 所以马克宏的言论事实上踏到美国的底线 所以我觉得文攻还是刚开始 那么实质的经贸上的抵制 我想会随着接踵而来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内部高层 他们对于美国目前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上面 那么一些政策跟作为的一种 所谓的一种分歧 那么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 可能参与到乌克兰事务 知道很多机密的 并不赞成拜登政府的很多作为 那么尤其是对一些重要军事情报的一些 怎么讲呢 掩饰 那么提供了很多错误的假讯息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内部高层的一种 吹哨者的出现 那么借着把这些机密文件的对外暴露 把很多俄乌战争的真实的战场上的现况 展现给美国民众 凸显出来美国拜登政府 在俄乌战争中 那么并没有把很多事情 很公开透明的告诉美国的老百姓 那另外一方面 也借这一次这个反对拜登政府 这个乌克兰的政策跟措施 也凸显一下 美国事实上对盟友 这种不友好的这种侦测 甚至监听这些盟友 这些国家领袖的这些行为 那么把美国这种虚伪的 这种对外政策的假面具把它揭开 我想一定是有关系的 因为大陆的对台经验 他讲得很清楚 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 和外部的勾连势力 那么这个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并不是针对台湾的整体 也不是针对台湾的一般的民众 那么熊猫 战送台湾另一只熊猫 是展现对台湾整体的 还是一个友好和平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想它特别是把这两件事 合在一起 那么是要凸显 第一个敌对的对象 大陆在台湾岛内的敌人是台独 跟台独所勾连的外部势力 可是呢 大陆对台湾的整体一般的民众 还是维持一个友好和平的心态